大家好,我是奇異果班的蔡宏日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後櫃船撞到石頭 有一天有一天 有一個後櫃船在水裡面 可是有一個大石頭 那個後櫃船終於撞到 然後那個後櫃船 那個天水人來幫忙 然後那個他有電話 然後叫那個吊車打電話 然後那個 那吊車終於來了 然後把那個後櫃船拿起來 然後就大大的修理場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吊車 那個工作人修理好了時候 那個吊車 把它放在水裡面 然後 那個後櫃船可以在水裡面 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 哇